上一次我拍掌壽司 其實蠻多留言說 想要看和點壽司的開箱 就趁著今天 就是今天 我今天妝髮如此之漂亮 我不甘心直接就這樣回家去 所以我就是要把這個妝髮給它用到底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去吃一下和點壽司 而且和點壽司是日本的前六大迴轉壽司 是不是非常的期待 我之前其實跟木耀去拍攝的時候 有去吃過一次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去當顧客 吃看看 來這個號稱日本前六大迴轉壽司 究竟你感覺是怎麼樣 走 我現在吵餓到一個爆 在哪裡 在哪裡 不要一趟 你自己 要開心 要得的 愛神已經交到你 我現在好餓我瘋 我媽也我要瘋了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這間 卡丁寿司 這間… 五罐優惠338塊 五罐優惠338塊 5罐優惠338塊 我進去了 我很快樂 我現在很快樂 我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它這邊我剛發現它最便宜的是40塊 最貴也是180吧 我覺得跟壽廳的價格或差沒有到很大 因為我看了很多人說 這間回頭壽司的特色是 它就是跟其他的回頭壽司比起來 它就是稍微比較 價位再稍微偏高一點點 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呢 我們辦公室同事有給我一些 合頂壽司很熱門的一些清單 所以我等一下要來點 我先來點餐 我就是應該先冷靜一下 大家是不是覺得有點誇張 我們冷靜一點喔 我們冷靜一點 這個蠻酷的是 有壽司師傅在中間捏 然後跟我們之前去吃的那些回頭壽司不太一樣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聖的甜蝦 這太誇張了吧 到底怎麼吃 而且它總共有12隻蝦子耶 你有看到嗎 我應該要先把上面的先吃4隻起來 它也蠻甜的耶 沒有車味 而且它的那個甜蝦口感很棒 我覺得好吃 因為它的甜蝦的口感跟甜度都非常的OK 但是我就是覺得 158人可以點其他的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黑白無常那個舌頭你知道嗎 那個你知道 這我爸一口嗎 我來吃吃看你不可以 超大一份 它那一開聲音 你幹嘛幹我 我跟妳說 很多心滿啊 它會不會讓它口味中一點 上面那個醬會上超多 但它是剛剛好就那一整條 就你吃起來鹹肉不會太會太鹹 你看它心滿的刺啊 你看你在吃的時候 不會有脆脆的感覺 我就覺得沒賴 還是是我太餓了 因為我今天餓了一整天 我那時候還在想說 就是因為拍攝 所以它弄得很浮誇 沒想到它本人就是 長得這麼的浮誇的錢耶 它這海鵬捲上面有那個蝦軟 鮭魚 然後玉籽燒跟小黃瓜 這裡還有那個蝦泥耶 好棒 點一波耶 它現在素素的全部都上來 因為我剛剛不想要等太久 我先來吃 這袋要怎麼吃 你看它中間的飯顏色不一樣 有點像黃瓜就是那種感覺 海鵬捲我覺得它看起來很漂亮很浮誇 但是我覺得 點的話可以點一隻長鮮 然後最後就可以點其他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中間那個 上飯醬的味道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其實有點吃不太出來 海鮮其他海鮮的那種甜味 就混在一起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來吃吃看這個炸蝦 它兩個是100多塊 這好像一個軍艦 就那種船艇的那種感覺 那種獵人啊 它不是有一個空中競技場的那個 空中的那個飛艇就是長這樣 這個黃金炸蝦是158塊 我覺得可以點欸 因為它外面非常的酥脆 然後沒有那種油膩感 就那種炸物油油的感覺 而且我現在是接近快要關店的時候來吃的 可是它那個炸物不會有那種油耗味 裡面蝦的味道還蠻OK的 那它炸蝦真的蠻好吃的 它外面很酥脆 可是裡面還是保持它很嫩的狀態 好了我覺得它可以吃吃看 因為我剛剛那時候一隻吃了幾碗 好像還是有點小跪 之前好像說是要吃過那個 回家壽司不喜歡吃飯 可是我其實蠻愛觸飯的 但它觸飯之後再穿一點會很好 所以那邊多吃 來一下我們貴鬆鬆的海膽 我跟你講到每一間都一定要試一下 它海膽的新鮮程度 因為本人對海膽其實稍微小挑了一點 我不知道其他連鎖的那個回潤透枝 它們的海膽價格大概是多少 但我記得我之前不知道在哪一間點海膽臭 我一直覺得 就不管是哪一間我都覺得它們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但是這個沒有臭臭味道 它不至於到甜 因為我其實之前很想要自己去買 那種就是殘地直送那種比較貴的那種海膽 但是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是不錯 然後不至於到很甜 但是我覺得是很OK的符合它的價格 因為我覺得一百五十八這種程度 我覺得還蠻OK的 它們蠻意外的欸 欸我吃過是不是有點太快 因為它等一下九一半就要快關了 而且我覺得趁著必電來吃 之前來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怎麼沒有很多之外 你也會確定說它到底品質 都維持得很固定 小遺憾就是沒有茶完整 因為本人就是 每次吃壽司都一定會點茶完整 然後必電的確定就是很多東西都會沒有 中間真的是甜的 但我覺得還好 因為可能本身對蟹齁 比較喜歡肥一點點的 它這種切剖面的 就把它切開這樣放著 我就覺得那味道稍微 甜度就會稍微弱了一點 就OK 但是不到經驗普通 我覺得吃起來幸福感還蠻有的 從它的價格來說 但它就是真的是 比其他回傳說的稍微貴一點點 這是今天的本日推薦 我來吃一下它的味道怎麼樣 就OK 有甜 然後肥但沒有到很肥 就是正常的那種 鰂魚齊邊 應該吃了我為什麼不太確定 還不錯 我其實比較喜歡炙燒 如果是那種鰭邊肉的話 那油脂比較多 炙燒會入口即化 但如果你沒有炙燒 它咬起來 有一些其實咬起來口感會輪輪 但它這個口感是 有點帶脆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還OK 在這個吃海老 口感還不錯 那甜度沒有那麼的薄 就普通 不是經典的那種 但不難吃 接下來吃一下這個沁甘 沁甘 沁甘 沁甘口感 味道比較還好 沒有那個清甜的味道 嗯 沁甘我不愛 這個應該是大腹 等一下 這大腹看起來很美耶 我剛剛吃清淡 其實有點小傷心 因為我覺得它清淡 有一點腥味 然後 口感不得很好 可是它是 入口即化 那個意義 跟滋油一樣那種 是 我是有點的五菇天婦羅 它看起來很可愛耶 看起來長得很狂暴 就好吃的五菇天婦羅 就這樣 來製造的很久沒有來製造一下 這個是 蝶魚奇編 就是油脂比較多的炙燒 那種口感都會很棒 聽大家說 如果你喜歡入口即化的口感 除了中途大腹那種比較貴之外 你可以點點魚其別 因為呢 那種油脂比較多 炙燒之外 它的口感也會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而且很香 鮪魚的炙燒 它上面還放很多這種 很像是炸物還是什麼之類的 看起來好像木色會脆脆的東西 它炙燒類我好像比較還好耶 因為它比較沒有那個香 我覺得它炙燒比較像是小炙燒 對它吃起來的那個香氣 我就覺得它比較還好一點點 但我覺得點魚其變炙燒蠻剛好的 其實它就還好 我忘記我的鰻燙魚乾了 先來吃一下它 鰻燙魚乾很看人喔 大家就是 要先確認你可不可以接受再點它 上面是辣椒醬 它安分裡面真的沒什麼 腥味 真的沒什麼臭味 但老實說味道沒有到很濃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被辣醬 這種韓式辣醬蓋出去的關係 還是它本身怎麼樣 然後我發現 他們家的海苔類的我都沒有那麼的喜歡 因為它的海苔沒有脆 然後有點硬 這是魚皮耶 欸這裡也有海膽 一點點一小塊 然後鮭魚卵 鮭魚 這是鰻魚耶 我跟大家說 就如果你本身喜歡海鮮的鮮甜味的話 我就會不建議你點它的那個 剛那個 稻荷壽司的海鮮 因為都是那個 都是壽司壽司本身的甜味 它其實已經蓋過那個海鮮鮮 好我們先來吃一下這個炸生蠔 我先跟大家說 我是 只要看到那種炸生蠔 我都會點來吃的人 我跟你講 它炸的很OK 你知道為什麼嗎 區別和那個炸的分別就是在於 通常很常會炸到連裡面都乾掉 但它這個是 裡面還有汁 然後外面很酥脆的狀態 所以這炸的非常剛好的程度 差點被自修流 你看這個可以耶 我還蠻意外的 因為其實 很多店都會把生蠔炸失敗 因為生蠔就是 我很常吃到裡面就握手 它可能對溫度 控制比較嚴謹 所以它上次講 會跟你說 你的炸生蠔即將到了 我剛剛還以為它會用回轉送過來 沒有 它是就是手工這樣子 似乎動過來 嗯 不錯耶 我剛剛本來其實在點它 想說應該會吃到雷桌 這真的很屌耶 這是茄子壽司耶 因為我覺得它太離奇了 所以我就點來吃吃看 我覺得它這邊嘛 很不適合約會吃 因為它都疊超感 它已經很像一道小菜 它感覺不太像是壽司那樣 超巨 你看看 你想像得出來的味道 就是茄子的雜物 然後都是蘿蔔絲尼的味道 它洋蔥是有醃製的 有調味過 所以它洋蔥不會辣 最後尾中會有點柴魚的香味 這個多少錢 50塊 因為這個我覺得可以點 夠花香 然後口味上又很豐富 然後又不貴 是不是 我先跟他說 盤子其實應該要疊 疊另外一邊外面 因為我覺得放這邊 看起來畫面上比較豐富 所以我才放這邊 目前吃起來我覺得 日本人很愛吃的鮪魚啊 這邊真的蠻好吃的 其實它那個中腹跟大腹真的是入口即化 我覺得那個油脂很棒 然後鮭魚我覺得就正常一般 其實台灣轎子到底鮭魚 通常味道都不會到太差 然後海苔類的 我個人都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的海苔有點太硬跟太軟了 但炸物都不錯 它怎麼沒送上來 我們這樣坐著好尷尬喔 因為他們快關了 這個是鮭魚三味 鮭魚本人 鮭魚本人加美乃滋再加洋蔥嗎 鮭魚本人製造在加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咬下去吹的 美乃滋 這個至少就是燒的香氣有比較出來 它有燒再多一點點 來吃一下這個泡芙冰淇淋 我已經進入到甜點怕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泡芙味道 吃奶油 裡面是香草口味的冰淇淋 外面泡芙再配上這個奶油 然後上面裡面那一層巧克力就味道 就一般普通 這樣可以不用點了 但是它可以讓你吃魚類那種海鮮類 比較油膩或是比較鮮的時候 你結尾上換個口味 我覺得你真的很加分 但它就是沒有特別好吃就正常了 感覺就是好像很多買不到那個泡芙冰淇淋 你知道嗎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我覺得這個好像真的可以不用點 我點了兩個冰淇淋 一個是拔絲地瓜 香草冰淇淋 一個是紅豆泥的那個冰淇淋 而且它冰淇淋 很像是用那種瓜燒 一整塊下來 那種豆花形 它是用一整片的 拔絲地瓜 我本來在去一下它拔絲地瓜 可能會有點脆脆的口感 或者是蠻甜的那種香氣 但吃起來我覺得就還OK 可能因為香草冰淇淋本身甜度就夠飽 所以它其實會蠻蓋過去那個 它外面那一層的那個 麥芽糖的那種味道 然後吃起來有點軟軟甜甜的 那種地瓜甜甜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好的就正常 然後它的地瓜是只有兩塊 它的鹽巴 它是有一點點 因為它的巴斯地瓜才兩塊 然後吃起來就香草冰淇淋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兩個 架在一起很驚豔的那種感覺 不過它有點像那種冰 燒冷冰這樣 因為巴斯地瓜是熱的 然後外面的冰淇淋是冰的 不過因為它也沒有到很熱 就正常熱 黃豆泥在這 有看到這一坨嗎 歪口冰在歪口黃豆泥 沒有不OK喔 但就是就正常 吃完嗎 我們這次吃下來合計是2933塊 但我是有點了一些 我是有才點四盤 所以它是240塊 所以等於是說 我等下吃下來大概2000多 吃完了等一下來結帳啊 結帳 開店壽司 就是我們的那個合點壽司 我自己覺得它的價位 確實比上壽司或是壽司那樣那些 稍微再貴一點點 他覺得物有所持就還OK 很補它的價位 好 我們今天呢 跟著我一起下班吃個飯 然後 小小的開箱一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店員有說他們四月要換季了 所以最近的餐點比較少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吃吃看 可以四月換季之後 再來吃吃看 啊 我先吃喝點 我也要吃看 我給你一點點 我先吃喝點